所有人都在一起 世界終了 林大 我 我 我想要黃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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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有症嗎 有你嗎 哈哈哈哈 自己去问当地的农业农村局 结果兜兜转转了好几回 心里总算有了个底 哎呦喂你好 喂你好我想咨询一下 就是个人是养一只 黄元病合规做宠物 需要办理什么证件吗 这个我也遇到过 没反应过来 八成是找错人了 要么就是不懂 就个人饰养一只黄元病合规 当宠物饰养 需要办理什么证件吗 这个你要问一下 你们当地的农业局 问一下要办什么证 我们这边省里面 是没有办这个什么证的 省里面没有吧 不是啊你这又不是 规模厂的养殖啊 你养一只 这你肯定要问当地啊 好好好 我们都是办规模的 拜拜 好拜拜 哦人家是管大规模的 小生意不接的 果然啊 县官不如县管啊 大侠继续努力 好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 就是个人饰养一只黄元壁隔龟 做宠物饰养 要犯了什么证件 龟 对 你这个龟应该不是属于我们这边吧 啊 我 这个是畜牧的 就是 都是都是这个 陆地上的动物 你这个应该是水产的 我们就不太懂他的业务了 嗯 我刚才问了那个林月爵 他要给我推给这个电话 哦因为我们我们客师 呃是对就是 呃养殖类动物嘛 但是就是猪牛 羊鸡鸭这些 嗯 小姐姐管养猪的 因为又有分这个陆地的跟水里面的 你这应该是水龟还是什么 淡水龟 对他的那应该要问水记的 诶你稍等一下 我看一下水记的人有没有在哈 你稍等一下 哦 诶 诶这小姐姐还挺负责啊 点赞 诶你好 你好 嗯 你记一下电话 他们现在没空过我办公室 因为离的有点远 哦 你记一下电话 3296260 260 对前面的号码跟我是一样的 好的好的 好 他们是水记站 专门管这个水里面的 哦 好的好的 好拜拜 哦 哦 原来不是你负责的哈 没事没事 谢谢你的帮助哈 我们继续斯密的 继续 喂 啊喂你好 这边水记站 我想啊 我想 自己应该就是饲养一只黄元 必合规 做宠物饲养 要什么证件吗 啊 目前 暂时来讲 如果不是外国引进来的 你就 啊 啊你就养嘛 啊 不要什么证件 你就可以 你可以自己养 啊 啊 如果有 嗯 上面如果 以后呢 有什么文件 或者什么 需要我们那个下去 那个的时候 我们才会去 破坏 哦 这样啊 啊 你不要私下从什么 外国 或者是通过某些人从外国引进这个品种 这是很违法的 哦 我知道 知道 哦 就这样子 属于违法 哦 正规那个 厂家那边买的 你是哈 啊 你自己对 对 那 嗯 那个有国家那个 弹政的那个厂家去引进来的 鸯 哦 应该是说按部讲 我们来讲是应该 不成问题 哦 但以后呢 我们会接到某些 上面 政府某些文件 或者是某些那个要求 就是说 乌卵画面 哦 那一定 一定肯 会管你们 哦 如果你那个厂家引来的这个品种 列入管理对象 那以后呢 也肯定会管你们 哦 哦 那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那正正 作为农民正常这种 农业经营啊 是不是啊 不是 我就是买一只当宠物饲养 不是用来那个的 哦 宠物饲养啊 宠物饲养应该不承认你了 你不要私自到外国去 或者是通过熟人到外国去 弄那些万叉叉的品种 那你在家里面养 我们来管理 哦 行行行 好的 那麻烦你了 嗯 恭喜这位仁兄得到了想要的答案 其实吧 这本人工繁育许可证啊 还真不是随便可以办出来的 比方说上海就明确规定 个人办理不了这个证件 必须是具备养殖条件的养殖户 才有资格办理 好在上海的管理部门 明确解释了这个问题 只要是在正规商家那购买的 人工繁育个体的黄原规 只以少量作为宠物饲养的情况下 是不用办理人工繁育许可证的 不过工作人员也善意的提醒了一下 最好要保管好购销合同 或者饮种证兵 这里我们就要为上海的管理部门点赞 有担当够明确 但是也有些地方的管理部门 回复的就含糊不清了 生怕承担责任 就用老一套的管理办法 复制粘贴过来敷衍应对 明明是针对养殖户的审核条件 硬要加到宠物饲养者身上 结果导致很多人证件办不出来 又不敢饲养 内心很纠结 其实大家想一下 就拿上海无力 每年都举办大型爬虫展 展会中何止是防言会 什么奇奇怪怪的没人 如果必须要以人工防御许可证为门槛 那这个展会 岂不是就是黑市了吗 但是小报看到的是 每年的爬虫展都异常火爆 警察处处忙着维持治安 确保大家能够安全有趣地 买到自己喜爱的爬虫 也没见谁入场前 必须出示人工防御许可证 展会上购买到的宠物 难道不合规吗 大家仔细想想的 我是小猫 我们下期再见吧 oh yeah 我是有七个老远的男人 You are sure You are sure